大家好 我是张瑶 今天来聊一聊一位出生在美国 但是后来放弃了美国国籍 加入了中华民国台湾国籍的篮球明星戴维斯 他最近突然之间面临台湾职业篮球联盟 PLG联盟 质疑他的本土球员身份的争议 那戴维斯呢 我查了一下 他其实在台湾打球已经很多年了 那他原本呢 当然是在世界各地 作为职业篮球的选手打球 但是呢 在2011年抵达台湾 开始在台湾打球之后 很快 他就应该是隔年吧 那他呢 就决定了是 加入中华民国台湾的国籍 那他自己本人呢 也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 说他一到台湾就对台湾很有好感 因为首先来说的话 他是黑人嘛 他的这个肤色导致他可能在美国生活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不安全的感觉 那他觉得说他到台湾之后发现台湾的社会 对于黑人是的的确确是没有怎么歧视的 那这一点跟世界上的很多很多国家都不一样 他觉得他在台湾 无论一天中哪个时间段出门 他都不觉得有不安全的感觉 那他走在街上的时候 也没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 或者是警惕的这样的眼光去看他 他觉得他在台湾社会中 生活是非常舒服 自在的 没有那一种在美国很容易有的一种不安警惕的感觉 那同时呢 他当时刚到台湾的时候 那当时呢 就有人给了他一些新台币生活嘛 那他在新台币上就看到说 有这样的儿童围绕地球仪这样的画面 那他把这个画面呢 就解读成说是这个国家呢 非常非常重视对于儿童的教育 那对儿童这么小的时候 就觉得是愿意给他们投入很多的资源 甚至呢 是鼓励他们出国去旅行 去见识这个广大的世界 那他就觉得说 这样一个国家对于儿童是很好的 又很重视儿童的教育 那所以说呢 他那个时候就对台湾很有好感 那应该是为了2013年 当时呢 那台湾的这个篮球的国家队 中华队 那应该是当时那个时代 是很优秀的一群队员 应该是也是为了加入中华队 去打球 能够代表台湾的国家队 出赛嘛 那所以说呢 他后来在2013年的时候 就加入中华民国台湾的国籍 他是第一位 那通过这样的规划的程序 加入中华队去打球 最终呢 他作为国家队的一员 的确也在2013年的亚济赛中 打败了共产中国的国家队 当时也是应该是台湾 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很辉煌的 这样一次比赛的成果 那他呢 也在里面 那他也有贡献 那他特别提到说 虽然说呢 加入中华民国台湾国际之后 的确给他的生活 也带来一些麻烦 他过去也没有想过的 这些麻烦 就是我想以他的 这个对于 黑人身份的 给他带来的这个困扰 在美国的这些困扰 他的这些感觉来说的话 他过去可能没有太多的 想过说美国的身份 在全世界来讲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他可能更多的是感受到 作为黑人 在美国生活的一些不便 那但是呢 在他换为中华民国台湾的国际之后 他发现说 那他在这个回到美国的时候 他就有很多的困扰 那比如说他只能用旅游签证啊 包括可能有的时候 也被这些海关人员刁难呀 那总之呢 他就提到说 还是有一些麻烦 但是他也没觉得 这是一个多么不好的事情 就是说多么后悔 这件事情他都没有 但是呢 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状况 还是让他觉得很难受 那他自己也觉得说 这个事情让他觉得非常震惊 就是他突然之间被质疑 算不算是本土求援 那说要把他这个化归为洋将 这个事情 那让他觉得应该是蛮伤心的 那这个争议呢 以外界来看 很本能的就会觉得 跟他的肤色有关 这个事情跟黑人在全世界 所受到的这个待遇 肯定有关 但是以我查了这些资料 我仔细看了一下 我觉得倒是跟他的 肤色关系应该不大 主要是涉及到 这个PLG联盟的一些问题 无论是他的 他应该是 这个PLG联盟 他是才刚刚组建 两年吧 那所以说很多章程都是不太完善的 那包括说 到底说这个本土球员和外来的这个洋将之间 他们这种差异身份 所产生的对各个球队的影响 那其实我想各个球队彼此之间 跟这个PLG联盟 也没有很好的共识 结果就闹出了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说原本呢 是把戴维斯视为是本土球员的 结果突然之间 好像各个球队有一些不满 但是呢 这个PLG联盟处理的时候 没处理的太好 以至于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争议 那对于外国人来讲 也是一个挺大的伤害 因为我在推特上看到的时候 其实很多外国人 对这个事情 他有不同的一个视角和看法 他会觉得说 那明明一个外国人 他已经早在2013年 就规划为中华民国台湾国籍 怎么突然之间有这样一个洋将 还是本土的一个争议 那你像戴维斯 他在这个争议爆发之前 他接受台湾媒体 换日线的采访的时候 就非常骄傲的说 那我是台湾人 所以他本身 他的确这么多年 对台湾也真的有感情 那你像他也不单是 好好的打球 他在打球之外 他也在台湾办了一些 慈善的篮球的活动 像篮球营之类的 那也希望能够帮助台湾的儿童 能够喜欢上篮球这项运动 未来可以在篮球这个事业上 有更多的发展 所以就是说 以外国人来看的话 那当然会觉得 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一个 很爱台湾 自己觉得自己就是台湾人 那早在2013年就规划为中华民国台湾国籍 怎么突然有这样一个洋将 还是本土的争议 那很多人会觉得是 针对他的黑人的身份 那我觉得外界的这个质疑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实际上是PLG联盟这边的处理 实际上是有非常非常不周到的地方 可能更多的是在应对台湾的球迷 以台湾的视角发出的一些看法吧 他没有意识到说现在台湾国际化了 就是很多议题 你不能只是针对说台湾社会的一些质疑去回应 你也要针对国际社会的一些质疑去回应 那你像这个事情 当然最先当然是在台湾的球迷里面 引起很大的这个震惊 那不要说戴维斯自己就觉得很伤心 觉得说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的孩子就是未来在台湾生活 他永远都要被视为一个外人 就是不管怎么说你无论换了中华民国台湾的护照 拿了中华民国台湾的身份证 你还是被视为说是这个外来的 或者说是新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他也觉得对自己的孩子的未来 也觉得有一些忧虑 那所以说其实台湾人 当然本身呢 就已经是很反对PLG联盟的 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质疑了 所以本身球迷的反弹呢 就让PLG联盟处于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么最终呢 是决定说戴维斯还是能够以本土球员的身份出赛 那PLG联盟自己呢 会完善这方面的规章制度 那但是呢 他对于外界的这个质疑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回应 因为外界的质疑呢 主要是说那到底是有没有种族歧视 到底有没有跟他的这个黑人的身份有关 那包括外界也会觉得PLG联盟应该出来道歉 我看了一下 好像在台湾来说的话 台湾人不觉得说PLG联盟的这个处理 有到需要道歉的部分 就是说双方就是在外界来看 和在台湾内部来看的话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视角 那我查了一下PLG联盟 包括PLG联盟的创始人 以及这个董事长陈建周 那我发现可能陈建周他在这个方面 他过去的很多处理 也的的确确是 让人觉得他可能是不太擅长这个方面 比如说我看到 像在东京奥运期间 他家里明明使用这个盗版的 这个什么叫做安博盒子 那这是共产中国这边的一种 盗版的技术吧 盗版的产品 那结果呢 明明被网友指出他有这个问题 但是呢他却声称说没有 就是一直都在撒谎 后来一直到这个证据完全无可辩驳的情况下 他才出来道歉 那从这个事情上就让人觉得说 这个PLG联盟的处理 那有这样一位董事长 那肯定是很难能够让外界满意的 那我这里也是觉得说 如果大家有这样一些渠道 或者是声量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还是 希望PLG联盟可以响应一下外国人的这一种疑虑 那去专门再出一个声明 那明确的来表示说 这样一个处理里面 的的确确是没有种族歧视 那PLG联盟也是 是在内部 针对这些种族歧视 是有一个零容忍拿这样的一类的政策 哪怕说 就只是说你稍微让别人少一点疑虑 那包括对整个这个过程中 对于戴维斯造成的这个伤害 那包括对于尤其是外国人 这方面的一些质疑 那或多或少的有一个道歉的 一个歉意的一个表态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理 那另外呢 就是关于陈建州本人 因为我查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发现说陈建州本人 他也是一个 应该说至少是在身份认同上 让大家觉得比较质疑的一个人 那譬如说他十几年前在上 这个节目娱乐节目的时候 他就教训一些比较稍微有本土 价值倾向的演艺人员 就教训人家说 什么两岸一家亲 不要分什么 这个所谓的大陆人之类 就是不要分所谓的大陆和台湾 总归是两岸一家亲 就是意思是说 就是说不该提起 有大陆和台湾这样的差异 提起都是制造矛盾 制造这个伤害 那这个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包括我也看到说 在东京奥运的时候 他也有过这样的争议 就是说当时 戴资影他拿银牌 明明原本发布的这个照片中 有中华民国的国旗 结果呢 在陈建州发表这个祝贺的贴文的时候 刻意的把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旗 给裁切掉 就是专门裁切掉这个国旗 来发这个贴文 看上去似乎是为了 不要影响他在共产中国这边的待遇 或者一些商业上的利益 那总归呢 就是让人觉得不太舒服的 就是一些表态 那尤其是我觉得你一个人 他有中国人这样的身份认同 我觉得不能算是一个 马上就应该招致谴责的事情 但是拿着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去贬低台湾人的身份认同 这个是让人不能接受的 那这个是让人不能接受 就是说 那当面的去训斥 娱乐圈的一些小辈 说你甚至连 所谓的大陆和台湾 这样的区分 你都不能够提 那譬如说 说孔子是大陆人 那孔子呢 不是台湾人 这样的话都不应该提起 那这样的去训斥娱乐圈的小辈 拿着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拿着两岸一家亲的身份认同 去训斥有台湾倾向的人 这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有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但是你凭什么去拿着这个认同去压制别人呢 甚至是去训斥别人呢 这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那这样的一个人呢 那执掌这个PLG联盟 当然也会让人多想 就是说难道真的完完全全是程序上的一些瑕疵吗 真的没有说去针对戴维斯的一些疑虑吗 那肯定会给人带出这样的一些想法吗 所以说一个很有可能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人 却可以去质疑一个规划为中华民国台湾国籍的 这个放弃了美国国籍的篮球明星的 是不是算是台湾本土球员的身份 这个是让我觉得让人觉得不太合适的一个事情 那当然他作为PLG联盟的董事长 他有这样的权利 但是这个权利能不能让大家觉得福气 就是他的这些解释 能不能让这些外国人 尤其是热爱台湾 喜欢台湾 那想要在台湾世世代代生活的外国人 觉得安心 我觉得这都是让人值得拿出来讨论的 那其实这个事情 不应该只是局限在台湾职业联盟的这个圈子 包括球迷的圈子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拿出来被更广泛的来讨论 尤其是说 就是说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的人 那持有这样的身份认同是一回事 你拿着这样的认同去训斥 去甚至是取消其他人的台湾人的身份认同 这是一件让人觉得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方便的话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 请你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